《战狼2》在上映第11天突破30亿票房大关,以目前的票房势头,将在明后天轻松打破每人鱼的33.9亿华语票房记录,成就新的记录。 如此受欢迎的影片在华语电影史上都极为少见。 吴京曾坦言,《战狼2》由于一些原因用的是《战狼3》的剧本,也就是如今的《战狼2》之后还有一部《战狼3》。 谈到开拍《战狼3》,吴京直言压力山大,《战狼2》如此成功,《战狼3》恐怕难以超越,换谁都会压力山大啊。 近日,有消息称《战狼3》已经进入筹备阶段,而吴京师弟彭于燕也是重磅加盟。 另外还有一位国内硬汉段奕红加盟,而女演员中竟然有人称唐嫣加盟。 这让我开始怀疑这则消息的准确性,彭于燕在《战狼2》拍摄期间曾多次探班,与吴京关系也很不错,加上在《湄公河行动》中出色的演出,也是一个妥妥的硬汉。 加盟《战狼3》的可能性其实很大,现在暂且相信彭于燕与段奕红将加盟《战狼3》,那么吴京依旧压力很大。 如此重磅的阵容拍出来的《战狼3》,如果不能如《战狼2》一样受到追捧,是否会引来一部分观众的不认可呢? 《战狼2》如今是彻底给华语电影立了一个很高的门槛。相信这几年很少会有人能打破这个记录。 但是一切皆有可能啊。当我们觉得《桌妖记》的票房已成标杆时,《美人鱼》轻松创下新的记录。 如今《战狼2》又轻松破了《美人鱼》的记录。或许明年会有新的电影破了《战狼2》的记录。 不过在如今《战狼2》如此火热的情况下,《战狼3》的期待值将非常高。 以吴京的工作态度,《战狼3》肯定不会是一部烂片。 但是能否超越《战狼2》我们还是拭目以待。 那么,对于《战狼3》你觉得能不能在华语电影票房创新佳绩呢? 彭于燕、段义红、唐嫣的加盟你是否看好呢?